好 这些课我们讲角的平分线 我们的学习目标是有以下两点 第一个是角的核查关系 第二个是角的平分线的定义和性质 如果首次观看本节视频的话 请按暂停键 主要看本课程介绍 本课程输用方法 本课程资料如何获取 数学为课帮更多精彩课程 好 我们看新课讲解部分 我们给出一个角 然后我们在这个角的中间部分 画出一条射线来 然后把这个角平均分成两份 平均分成两份的意思 就是画出这两个角 一个是角一 一个是角二 让角一和角二相等 就是这条线 OB这条射线 把这个角平均分成两个角 有一个角是角一 有一个角二 这两个角 这两个角它们的度数相等 这个时候 当角一和角二相等的时候 射线OB就把这个角AOC 分成了相等的两个角 这是OB叫做角AOC的平分线 OB这条线叫做角AOC的平分线 实际上它就是角平分线 对吧 它是一个角AOC的一个平分线 对吧 它把这个角平分了 也可以说OB平分角AOC 好 那我们给出了这个 这么一个形象的一个图之后 我们严格的给出它的定义 我们看这里 定义 在角的内部 自顶点也一条射线 把这个角 分成两个相等的角 那么这条射线叫做角的平分线 角的平分线是一个射线 对不对 仔细看这个 然后我们有角的平分线 我们可以得到 我们还是我们把刚才那个图投在下边 就是刚才这个图 对吧 然后有角平分线 我们可以得到 如果这个OB是角平分线的话 这个OB射线OB 是角AOC的平分线 对吧 如果这条射线是这个角的平分线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我们看 因为OB平分角AOC 然后所以角AOB 角AOB 角AOB是这个角1 对吧 这角AOB等于什么 等于角BOC 等于角BOC BOC就是这个角2 角1等于角2 这是显然的 对吧 它就等于1分之1的角AOC 它等于1分之1的这个AOC这个大角 也就是说角AOB和角BOC相等 它们都等于这个大角AOC的一半 对吧 或者说我写成这样也行 角AOC 这个大角AOC等于2倍的这个角AOB 等于2倍的角BOC 也就是说这个大角AOC 是角1的2倍 也是角2的2倍 是这样的吧 这是角平分线的定义得出来的 所以如果我们给了 给了这个已知 射线OB是角AOC的平分线 也就是这个 因为OB平分角AOC OB平分角AOC 这是已知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得到下边这两个结论 对吧 好 我们看立一填框 因为AD是角BAC的平分线 让我们去填框 AD是角BAC的平分线 这条线 这条线是角BAC的平分线的话 它是不是就得到了这个角和这个角相等 所以我得到的是角BAD等于角CAD 因为它是角平分线 对吧 所以角BAD等于角CAD 然后这个位置需要你注上原因 你为什么得到了角BAD等于角CAD 是不是因为角平分线的定义 这是角平分线了 所以它能够把这个大角平均分成两个相等的角度的角 对吧 所以占一个天角平分线的定义 好 我们看下边 因为角ABC等于二倍的角ABE 也就是它告诉你了 这是前提 角ABC这个角 等于两倍的这个角 等于两倍的这个角 那你能得到谁平分哪个角 那是不是你这个大角等于两倍的这个角了 本来这个大角应该等于这个角加这个角 它现在等于二倍的这个角了 那你说明这个角和这个角什么关系 他们两个是相等了吧 他们两个一相等 那是不是说中间这条线就是角平分线了 咱们再看一遍 这个大角它等于两倍的这个角 本来这个大角等于这个角加这个角 它现在等于两倍的这个角 说明这个角和这个角就是相等的 对不对 那他们两个角相等的话 那这一定是角平分线 所以这得到结论就是 所以BE平分角ABC BE是什么样角平分线 所以BE平分角ABC 这也要注原因 原因是什么样 原因是不是也是角平分线的定义 它把这个角 分成了两个相等的角 那它就是角平分线了 所以这还是填角平分线的定义 把这个什么样 原因写出来 角平分线的定义 好的 我们看下一题 我们看第二 以知O为直线AB上一点 O是直线AB上一点 然后OE平分角AOC OE平分角AOC 这是一个平分线 然后OF平分角BOC OF平分角BOC OF平分角COB BOC和COB是一个角 对吧 那么求角EOF的度数 求这个角度数 那这个我们的分析思路是这样的 整个AOB是一个平角180度 然后这个角 占了这个AOC的一半 然后这个角又占了BOC的一半 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 这个的核 这两个角的核 一个是EOC 还有一什么COF 它们的核就是这个要求的这个EOF 它是不是应该占整个平角的一半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的一半是它 这个的一半是它 那整个 整个是一平角 加起来是180度 那是不是这个角的一半 再加这个角的一半 一半加一半 是不是应该等于180度的一半 应该等于90度 所以这个角啊 一会儿求出来是90度 那我们把它仔细写一下啊 大家就能知道这个具体的意思了 我们写一下 因为OE评分 角AOC OF评分 角COB 所以我们看啊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得到 这个角是二分之一的角 AOC 那这个角是角EOC 等于二分之一的角 AOC 这个呢 我们写角平分线的定义 好 还有一个呢 角COF 等于二分之一的角BOC 对不对 这也是角平分线的定义 角平分线的定义 好了 我们一会儿要说 刚才分析过程中说了 这两个角加起来 应该是二分之一的平角 对吧 所以我们需要交代这两个大角 就是这个角 AOC啊 和这个角BOC 他们两个合 我们这写一个因为 因为角AOC 加上角BOC 然后呢 等于180度 这是什么呀 这是平角的定义 对不对 你这个AOC加BOC是谁啊 AOC 角AOC 加角BOC 是不是加起来恰好是角AOB啊 AOB是一个平角 对吧 我们就可以说了 所以我们要求的这个角 角EOF 等于这两个角相加 角EOC 加角COF 角EOC 加上角COF 等于 这是不是赵超这个 等于第一个 这个角EOC啊 等于二分之一角AOC 角COF呢 等于二分之一的角谁啊 角BOC吧 然后呢 把二分之一提出来 提出来的时候 等于二分之一角AOC 加上 角BOC 对吧 你把二分之一这个公因数 提出来之后呢 是不是括号里边就变成了 角AOC加角BOC啊 这个AOC加BOC 是不是刚才我们写了 等于一百八十多 所以这应该等于二分之一 乘以一百八十多 是不是最后等于九十多 对吧 那这个是我们就求完了 集 答题 对吧 角EOF 等于九十多 这题做完了 好 蛮好做的一个题 好 我们把屏幕清掉啊 我们看答案解析 如果有问题的话 按一下暂停键 看一下答案解析 好 我们看例三啊 如图所示 OC平分角AOD OC啊 是一个平分线 它把这个AOD啊 给平分了 把AOD给平分了 那大家记住了 到这个角和这个角相等就行了 然后呢 BOD呢 等于二倍的AOB BOD等于二倍的角AOB 这个角啊 是这个角的二倍 那我是不是角BOD 等于二倍的角 角AOB 我这给它写出来 然后它又告诉我 这个大角AOD等于114度 整个这个角AOD等于114度 那整个这个角 它是不是可以看成是三倍的角AOB啊 因为这个呢 是两倍的角AOB了 这儿是一个一倍的角AOB 那是不是三倍的角AOB 就应该等于114度 因为整个角是114度的话 这个BOD这个角啊 是两个角AOB的大小 这儿又是一个角AOB的大小 是不是AOB再加上BOD 应该等于114度 实际上就是一倍的角AOB 加两倍的角AOB 三倍的角AOB等于114度 对吧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AOB给算出来 那AOB我算完了之后呢 那AOB角AOB 它的度数应该等于114度除去3 应该等于是38度 对吧 那这个地方是38度了 然后我们这个数就可以用这个平分线了 因为这个角平分线的出现 它把这个114度啊 是不是给分成了两半啊 一半是57 另外一半也是57 那是不是这个角AOC这个角等于57度啊 57度的角里边含了一个38度的角 是不是在问你剩下的角是几啊 剩下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是57度减38度 这题做完了 把这个度数求出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角BOC的度数 那我们的思路呢 就由这个就可以展开去写了 好的 那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写它啊 几何需要这个写的这个逻辑的过程 解 因为角BOD等于2倍的角AOB 又因为角AOB加上角BOD等于角AOD等于114度 这个是为什么呀 这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个角的合呀 AOB这个角加BOD这个角 是不是加起来恰好等于AOB这个角 恰好等于AOB这个角 而AOB这个角又告诉你这等于114度 那是不是 所以我看啊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个角BOD啊 等于2倍的AOB给带进来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1倍的AOB加上2倍的AOB 是不是3倍的角AOB 是不是等于114度 就是把这个2倍的角AOB啊 把这个角BOD啊换成2倍的角AOB 前面还有一个角AOB 角AOB再加2倍的角AOB 是不是等于3倍的角AOB 等于这么多呀 那是不是我们就得到了角AOB 那是不是我们就得到了角AOB 等于38度 是吧 两面图除以3就行了 那我知道了它了 然后我再用那个角平分线 又因为 这个OC啊 平分 角AOB 所以角AOC 等于1分之1的角AOB 等于1分之1 乘以114度 等于57度 这用的是什么呢 这用的是角平分线的定义 对吧 角平分线的定义 好 那这个AOC 这个角等于57度 然后呢 这个角呢 等于38度 这是38度 然后呢 这个角呢 是57度 那是不是这个角 就可以用它们的叉了 做叉了 所以呢 我们可以得到啊 角你要求的这个BOC啊 它应该等于角AOC 减去角AOB 然后呢 AOC呢 是哪啊 AOC是不是你刚求出来 等于57度 而AOB呢 是刚才求出来的38度 所以这应该接等 等于57度 减去38度 就等于19度 做完了 那BOC的度数 是不是就等于19度 做完了 就是这个19度 好的 我们把屏幕清掉 看一下答案解析 第一个 角AOB 等于 角AOB 加角BOD 等于114度 这是角的核差关系 对吧 然后呢 因为角BOD 是它的2倍 所以我这个位置 就可以换成2倍的角AOB了 那1倍的角AOB 再加2倍的角AOB 是不是3倍的角AOB 等于114度 那角AOB 是不是等于38度 它等于38度 它等于38度之后 然后再去角 去求这个角AOC 等于57度去 那这个用的是OC平分角AOB 红色的线是大角的平分线 然后大角是114度 所以 这个一半AOC 一半 角AOC 等于1分之1的角AOB 等于57度 然后要求的这个角BOC 它恰好等于AOC这个角 减去角AOB 好 角BOC 恰好等于角AOC 减去角AOB 对吧 这个角 要求的这个角BOC 恰好等于AOC这个角 减去角AOB这个角 那是不是就等于 刚刚求完这个57度 AOC等于57度 而AOB呢 等于38度 那等于57度减38度 最后等于19度 好的 这题我们就做完了 如果有问题的话 按一下暂停键 看答案解析 好 我们看课堂小节 第一 会比较两个角的大小 会分析图中角的核差关系 第二 认识角的平分线 及角的等分线 会计算相关角度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